在记者会上 屏东县长周春敏运用金钻凤梨 调制出风味十足的凤梨冰沙 屏东金钻凤梨在农民常年投入农改技术 以及屏东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及气候 让屏东金钻凤梨的品质受到消费者的肯定 为了协助在地农业发展 提升农民收入 屏县府推出金钻凤梨七大行销策略 希望把屏东金钻凤梨品牌推销给国人及全世界 那今年我们的任务就希望能够把屏东的金钻凤梨 外销两万公吨 另外也不能忽略了我们国内的消费者 我们今天有举办一个团购的一个活动 也就是说呢 即日起到5月31号 那只要上我们的屏东网站 上我们的屏东平安乡来购买我们的金钻凤梨 我们县府来负担这个运费 一收四百五十块就可以买到最产地 最好吃的屏东金钻凤梨 强力号召国人上平安乡网站来团购 不但免运费还能获得序号参加抽奖活动 除了团购50吨 平县府还推出加工2500吨 冷冻凤梨150吨 国内大型通路销售2300吨 国内行销2万吨 平建与地产地销 都会区行销等行销策略 期望协助农民将金钻凤梨 分享给更多消费者 其实对我们来讲 它是有很好的那个 因为现场有说就是 欢迎就是台湾的朋友 就是能够多买团购宅配 然后就450块 现在台湾金钻的凤梨品质越来越好吃 所以现在吃凤梨是当时最好吃的时候 所以说其实还是要请就是台湾的好朋友 继续有热情的吃台湾凤梨 强调吃金钻凤梨当时 平县府期盼运用团购 加工大型通路行销 及都会区行销等全方位的策略 强力推广屏东金钻凤梨的美味 有兴趣的民众可上平安乡 屏东凤梨旺旺来订购专业购买 把好吃甜而不腻的屏东金钻凤梨带回家 记者施心亭刘建荣采访报道